接着关心亚洲风云美日台关系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今天出席台湾安保协会主办的 亚太区域安全与台海和平国际研讨会 而今天刚好是中日钓鱼台撞船事件一周年 因此安倍在演说中强调 尽管日本面临灾后财政挑战 强化美日同盟关系 仍然是维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方向 中日钓鱼台撞船事件满一周年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来台出席亚太区域安全与台海和平研讨会 他以美日双方在311地震后 合作处理辅导核危机为例 重申强化美日同盟 对维护区域和平安全的重要 安倍晋三指出 过去一年北韩频频挑衅 东亚区域和平暗潮汹涌 而中共的军事扩张更加重区域紧张形势 安倍主张持续观察中共 强化美日同盟关系 强调日本与台湾是具有共同价值的伙伴关系 安倍坦言 财政问题是目前美日同盟共同面临的挑战 但他反对增税重建裁员 认为金融宽松政策才能让日本灾后经济重回正轨 立法院长王金平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和几位前驻日代表 都出席这场研讨会 除了对亚太区域安全的重视 台日互动关系也备受瞩目 新唐人野太电视陈寗教张明竹台湾特别报道